出发了我的俄罗斯媳妇那老板终于要带我去见我的俄罗斯老丈人了来俄罗斯一年多了还没跟老丈人喝过酒说到我的俄罗斯老丈人他也真是个人连我跟那老板的婚礼他都没有去参加对于一个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需要父亲去见证的时刻他都不在所以对于此次见面我俩本来就没什么期待 因为那老板说主要是来看望一个人生活的奶奶就怕我俩哪天突然回中国了还来不及跟奶奶见上一面所以每次我们回姥姥姥爷家都会顺便去隔壁村有我和那老板单独开车去看望奶奶因为毕竟蒙人精老丈母娘和我那老岳父已经分开多年了而且听说那老小的也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只有我那要强的蒙人精老丈母娘自己还担着这临出发前蒙人精老丈母娘还嘱咐我 要是能见着你老丈人带我向他问声好这话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虽说是邻村那也得跑一百多公里不过我家那老板开车你放心那脚丫的踩上油门就不撒开一百多公里不到一个小时就露到了在村头还烧了个老太太因为毕竟那老板也是在这个村长大的而且那也绝对是村花级别的所以很受村里老人的爱戴看着这一排小木房的就是奶奶家了平时奶奶就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有点小紧张小激动啊 马上就要见老丈人了结果一开门屋里没人肯定是去园子里干活了 进屋了才知道我那老岳父还没有来奶奶说可能等到晚上我们一块吃晚饭无奈的那老板说这就是他爸爸不过爸爸是个大个子 因为这一家人的身高都随了奶奶说着还和奶奶比起了个的确很高奶奶今年都76了但基本上不逊色于那老板这看我来了还特意拿了一块崭新的桌布铺上了说我是客人这样显得体面又一会忙着沏茶一会拿好吃的冰箱里还藏着他自己做的特意给他大孙女留着的冻草莓奶奶还告诉我那四姐从小就好吃这口不过我猜他心里光想着他大孙女了都忘了给我拿拖鞋了 正常在俄罗斯进屋都是光脚不过你看这娘俩一人一双大后拖鞋你就能猜到俄罗斯这个季节在村里的天有多冷快六月份了屋里还烧炉子呢看着他俩人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我俩都来一小天了我那没长心的老丈人还没回来见状奶奶拿出了一张报纸说是我那福波勒的老丈人好像做了什么有贡献的事上新闻了这那老板也赶紧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发给了我老丈母娘我心话了这一家人 要是一直完整的在一起该多好这到饭点了奶奶起身要去拿酒说等优乐回来我们一块去饭店吃不知道优乐这酒量怎么样我只知道今天这局必须喝喝多了不想家把夜喝了我是万万没想到为了迎接我那妹长新的俄罗斯老丈人全家人精心准备了一天结果他老人家连门都没进看啊那老板和我小舅了要见他爹了好几年应该好几年都没见着了吧 一年一年他那都一年没看穿他爹了 好几年 好几年 来来他先看 这给魔人精老丈母娘急的 太逗了 激动了激动了给全家人都整激动了 我是多少还有点紧张 因为我和那老板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来 我这一紧张给名都整岔了该说不说这老小的嘎嘎板着一看曾经也是个精神小伙还带了两份大礼给这姐俩一人一桶蜂蜜和自制的水果血糕又跟那老板和我小舅子比了比个该说不说身高这块那基因完全随了我老丈人人也仨就这么在门外站了半个小时丝毫没有要进屋做客的意思我心话了那不行啊人家魔人精老丈母娘在屋里面的老丈母亲 妆都扮上了出于礼貌我问了一句咋还不进屋呢 你不觉得不离开 其实我看出来了经常不见面的爷仨面对彼此都很尴尬经过一番尬聊后这老小的依然不想进屋而是选择了离开 都在这讨论跟我老丈人见面后的感受呢 听听魔人精老丈母娘是咋评价她的 我现在去买了沙律 我现在去买了沙律 因为我感到幸福他已经不是我男的 这也太狠了 魔人精老丈母娘说要放礼花庆祝 庆幸我老丈人早已不是她的丈夫 这就是让我期待近两年之久的俄罗斯老丈人 你好 你一定没见过的不一样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 跟往年相比 今年的胜利日格外凄凉 也被很多俄罗斯人认为 这是办的最简单最差的一年 因为胜利日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庆祝的节日 但今年却简化了武器装备展示和军人方队的检阅 反而更多的是追悼默哀的环节 可能就像姥姥所说的 他们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代人都经历过战争 不是父亲爷爷就是儿子孙子 家里总会有那么一位亲人为国捐躯 就像姥姥和丈母娘手中举的照片 那都是家里祖上某位直系的亲人 每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 你都会看到这么一个举着一照的方队 在我看来这明明是很悲伤的一天 但俄罗斯人却认为胜利就应该庆祝 这就是一个节日 看这帮小老外穿板针来 还有姥姥穿板针来画个小装 记上他们这叫什么丝带啊 看姥姥穿了多板呢 这俩人 还给姥姥画的小装 戴上这个他们代表胜利的叫什么丝带啊 穿这娘俩穿板针来 看阅兵去了 这俩的小厨 看完小朋友们的表演 接下来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诗粥 所有人排队 刀游部队炊事班 临时搭建的诗粥部 去领粥和面包 感受战争时期军人吃的军粮 这娘咋也来排队来了 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一天所有俄罗斯人真的都不会做饭 不论大人小孩老人 都会来吃这么一口不对湿的粥 看到姥姥和丈母娘了 一人领个面包 可惜吧 看看我们两个粥不一样 不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老六 竟然真的啥菜都没做 人家坐在一起吃粥 他们几个可真是老六啊 竟然真的啥菜都没做 关键是这干巴的 你给我挣点大米粥我也能吃些些 主要人几个还就着干巴粥喝上酒了呢 看看 虽然喝的粥 但是他们喝的小酒 你这么说是天赋的 那 咖啥都要喝了 老师生日就得吃这个粥 我没听错吧兄弟们 说是一会儿还有个武器展示的环节 我们有可能在那见到 我那三年才见了两面的 身为军官佛波勒的老丈人 又看着老丈人了 这大光头 挑战全网最帅老丈人 这就是我的俄罗斯老丈人 该说不说 这老小子是真板着呢 我跟刘纳斯加结婚三年了 但这却是我三年来第三次跟老丈人见面 纳斯加的成长他没有陪伴 考入一科大学 邀请他参加升学晚宴 他没来 甚至我俩在俄罗斯办的婚礼 作为父亲这么重要的角色 他依然没有出现 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每一次的出现 都会让全家人心里一咯噔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了 又一天再相见 看着老丈人了 三年第三次见老丈人 和爷俩 多么罕见的这一家人同况呢 这一家人再多个他就完美了 看着老爷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想今天这条路 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呢 看这个爷孙三代 不是三代 这是咋说呀 瞅这一家人 老爷我老丈人 还有纳斯加 我老丈人确实板着呢 这老小子是真板着呢 看到这儿大家一定很好奇 磨人精老丈母娘去哪了 她跟姥姥直接岔道回家了 她那么要强的人 大伙猜猜她回家干啥去了 好 丈母娘 还换衣服 还给自己 还给找借口 丈母娘啊 换西服 还不承认 我都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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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我都很漂亮 我都很漂亮 谢谢你 好漂亮 好漂亮 全网最帅的俄罗斯老丈人 他来了 我这一紧张给名字都整差了 该说不说 这老小的嘎嘎板着 一看曾经也是个精神小伙 这是我跟俄罗斯老丈人的第二次见面 还是2022年的7月份 不得不说身为军人的她 确实板着 所以昨天发完她的视频 直接火了 针对大伙对有李同志的猜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有李同志曾经是一名军人 某人精老丈母娘是警校的大学生 所以他俩也是这样 在某个活动的晚宴上相识了 不说你们也一定能猜到 某人精老丈母娘也确实是被 当年板正直六 那时候还有头发的有李同志 给迷住了 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我的媳妇 刘娜斯嘉 所以有李同志的确板着 那评论区域都被你们夸沦陷了 不过我在这恳求大家 在夸一个人的时候 能不能不去贬低另一个人 说我没跟老丈人喝酒 说我矮肯定不想跟他喝 对 你们说的都对 那谁愿意跟一米九多的人照相呢 那多伤自尊呢 不过那怎么还有说我不精神的 说我脸色不好指定是有点啥肯定虚 说实话 我让你们给我说的自己都怀疑自己的 我 我不算吗 那些 你也帅 我也帅 对 你的我的丈夫 我不能说我的 呃 丈夫不好看 那你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吧 是不是不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是我的 啥也不说了 太伤自尊了 可能平时总喝酒熬夜晚睡的事儿 好像的确不在状态 我跟尤里谁更帅 谁更好看 你 我 对 看了我家人们 咋说呢 我真的说 说的我都信了 Ceever 大 rub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